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路德记》 还有《萨姆尔记》《上》一到十二章的部分 《路德记》 这个是很短的一卷书 只有四章 很多人就是把它当一个很好的故事来读 那实际上这个《路德记》它是一个 算是一个文学的很高档的一个文学作品 就是西伯来文学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那当然就《路德记》讲到的就是世事的时候 有人就说世事可能世事时期 就比较晚一点的世期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话 亚伯拉罕不是到了 从乌尔然后进到了迦南 然后之后呢 这个约瑟到了埃及 把以色列人又带到埃及去 后来呢摩西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就带出来 带出来以后 带出来以后 约瑟亚把以色列人带到 江南帝 带回江南帝 然后开始征战 一战一战的打 那在这当中呢 打完以后呢 然后就开始进入世事时期 这个世事的时期 世事的时期呢 完了以后就进到王国的时期 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进到王国就是讲到 扫罗王大卫王 然后分裂南北两国王国 王国就是kingdom 那这个当中呢 就是从世事时期一直到王国时期 中间呢就插了这一段叫路德记 他是通常很多人相信他可能是 就是世事时期稍微晚一点的一段时间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故事 这个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人物 那我不晓得大家看的怎么样 这个当然其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路德咯 路德记者上路德 那还有呢 几个人物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他的婆婆 拿厄米 所以他的婆婆 他还有一个叫布阿斯 这大概是这几个重要的人物 在这个当中 那他那个当然就是拿阿米 还有丈夫 还有儿子 那个都是background他的一些那个 所以当我们来看路德记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 他在讲什么东西 虽然他在讲一个家族 或者一个人的一个故事 但实际上呢 他有影射到好像这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有一点点的意思 后面我会再讲 首先呢 这四章 路德记这四章 我们来看 第一章呢就讲到这个开始 是他的一些background的一些描述 那有这个有一个人呢 他叫伊利米勒 伊利米勒 那当他的妻子就叫拿厄米勒 所以他们呢因为饥荒 所以下到了磨牙去 下到了磨牙去 那在那个地方呢 结果拿厄米勒 他的丈夫就死了 那他两个儿子 一个马轮 一个鸡 一个鸡鸾 马轮跟鸡鸾 结果呢 他们结了婚 但是呢 也死了 所以呢 拿厄米就很惨了 因为呢先死了丈夫 后又死了两个儿子 所以在这个 剩下就是两个儿媳妇 跟他相依为命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故事的开始 就是拿厄米呢 他拿厄米这个名字原来是 这个名字是甜的意思 在圣经上面也讲的是甜的意思 后来呢 他就是因为到了磨牙地 开始遇到饥荒 遇到磨牙地 然后死了丈夫 之后呢 又死了两个儿子 就把握死了儿子 等于是生命是很灰暗的 所以他也是非常的消沉 到一个地步呢 他跟他的儿媳妇们就说 你们干脆就回家吧 因为呢没有什么前途了 跟着我 结果 他们就这样子跟他的女 他们的这些媳妇说 他两个媳妇呢 其中一个媳妇呢 就叫阿尔巴 他就真的就回去了 就走了 但是这个路德呢 他就非常的捨不得他的婆婆 等于说他的婆婆就没有人照顾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 怎么样去奉养他呢 所以他就捨不得 所以不愿意离开 因此他就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路德说什么呢 他说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他说第一个 你往哪里去呢 我也往哪里 我也往那里去 你不管去哪里 我就跟着你 你在哪里住宿呢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那里死 也葬在那里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我就跟定你了 这个路德 跟定了拿了你 所以他这很令人感动 因为他是一个摩押名字 你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摩押在圣经当中 之前是什么样的背景 有没有人还有印象 摩押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来历啊 有没有人知道 记得 忘记了 Sara 你们知道吗 听得到吗 张磊呢 记得吗 记得吗 哈哈哈哈 我怎么记得 是不是同性恋那个地方 同性恋的地方 同性恋的地方 嗯 对 还记得那个 亚伯拉罕有个侄子 叫做罗德吗 罗德 他住在所多玛城 有没有 后来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同性恋 他讲的没错啊 结果神要毁灭 用硫磺 从天降磨硫磺要毁灭 整个城的时候 结果呢 他 女儿就逃出来了 逃出来以后呢 他就 这两个女儿啊 就跟他爸爸乱伦了 就生了两个 就生孩子了 一个就是摩押的 主线 一个是亚门人的主线 所以摩押跟亚门 所以神呢 就说这个摩押 特别讲摩押 摩押人呢 不能入耶和华的会 因为是被咒诅的女子 所以摩押出生 基本上是一个被咒诅的 一个出生 摩押人 所以路德是摩押女子 那基本上呢 也不是什么好的出生 可以是这样说 那当时呢 其实摩押还算是一个 不错的地方 就是说 以这个 以这种出产来讲 还算是不错的地方 所以 That's why 他们博力很有灾难的时候 他们就往摩押去 去逃难了 逃到摩押去了 OK 好 所以呢 在这边 这一个外邦的女子呢 就跟 拿尔米就说了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 一个一个叙述 表示说 她也愿意来接待婆婆 来相信这一位神 敬拜这一位神 好了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她的婆婆就不再逼她了 因为看她 好像心意也蛮坚定的 就不那个 结果呢 他们就回到了 他们就回到了柏利恒 他们就回到了柏利恒 回到柏利恒的时候呢 人家就说 这是拿尔米回来了 那拿尔米就说呢 不要叫我拿尔米 因为拿尔米是甜的意思 他说 因为他现在呢 死了丈夫 又死了儿子 然后回家 回到这个柏利恒呢 空空的 空空的 空空的回来 他说我满满 第21节 我满满的出去 一样的话 使我空空的回来 所以呢 不要叫我拿尔米了 要叫我 马拉 马拉 就是苦的意思 你不要叫我甜了 要叫我苦 因为我的生命真的很苦 这个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所以这是他对生命的一个窥探 好 所以这是一个第一章 好的背景 那 讲到他们呢 回到了这个柏利恒 经过了很多的这个事情 现在呢 回到了柏利恒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他遇见了波瓦斯 波瓦斯是一个 以利米勒族的里面的一个 等于是他的一个亲戚了 那他是一个第二章 讲到他是一个大财主 所以这个路德呢 他就对拿尔米说 他们回到了柏利恒 他就说 让我去捡食麦穗 捡食麦穗 然后来奉养 因为没有东西吃啊 所以呢 他就去到田里面 去捡麦穗 结果呢 就来到了 这个波瓦斯的那个田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 可以说是 第二章 你看第三节 说恰巧 他恰巧 到了 伊利米勒本族的人 都是这样安排的好好的 所以他到那边去 就是捡食麦穗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一幅很有名的画 叫做十岁 返古的 有一幅画叫做十岁 就是好像那个 妇人在中世纪在地上捡麦穗 有没有 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个十岁那幅画画的就是这个 他这个路德在这个场上捡食麦穗 这个圣经的故事 好 那他到了那边以后呢 波瓦斯也不认识他 不想去打听嘛 结果呢 人家才跟他说 那是摩押的女子 从这个南阿米 跟南阿米一起回来的 但是呢 他说 这个女子呢 非常的勤快 非常的 做事就是非常的勤快 第七节 我们看第七节 他从早晨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子里面坐一伙 藏在这里 也就是说他一直在工作 偶尔休息一下 然后马上又继续的去 去捡食麦穗 那为什么 为什么有麦穗可以捡 这就是以色列人 我们以前有讲过 在那个立位记里面特别讲到 他说你那个农夫割田的时候 就是割麦子好 你不能就是割下去 麦子一定会掉 他就讲你掉下去的呢 不能捡 不准捡 掉你就让他掉 不准去捡 为什么神要这样规定呢 就是为了让周围的穷人 可以进来捡 掉在地上的 所以他是不让这些收割的这些地主去捡那些 为了就是要让督夫的人 还能够有一口饭可以吃 所以这是上帝的律法里面的恩典 也就是说给穷人有一条活路 那这个路德呢 就是在后面就是捡 跟着不只是他 还有其他人也在那边捡 就他们在那边打麦子啊什么的 但是呢就会有留下来 就会有一些人在旁边捡 是这样 那波阿斯呢第八节啊 他就跟路德说呢 他说你不要到其他人那个地方捡了 你就常常跟我的人在一起 就在我这边捡就可以了 那就是蒙了一个特别的恩典 因为看见路德是一个孝顺的一个女子 对他婆婆的奉养各方面呢 然后又这么的勤快 那真的就有感动他 所以他就让他这样子蒙恩 那第十一节啊 光阿斯就说呢 自从你丈夫死了以后呢 反你向婆婆所行的 并您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处不认识的民众 这些事 人家全部都跟我跟我说了 所以他后面就十二节就讲到说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 叫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所以就有一个祝福 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是路德 他遇见了波阿斯 后来呢 他就 让这个路德就 就给他东西吃 跟他的使女们一起就吃 那 这还不算 走的时候呢 又给他很多的这个麦子 叫他带回去 也给他的婆婆吃 所以这个路德呢 就满载而归 结果呢 他的婆婆 就是拿阿米 就问他说 你今天在哪里工作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看到那么多的那个大麦 你觉得 非常的稀奇 这个 后来才知道说 就是 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 那 拿阿米就说 他实际上是 我们的一个亲属 而且是一个蛮亲的 蛮近的一个亲人 那 所以 这是一个神的预备 让路德就遇见了波阿斯 就是 他们在场中 阿米在田里面 碰面 那 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 这个 拿阿米 就是这个婆婆呢 就跟这个 就跟路德说 他说 他想要 想要为路德 找一个安身之处 因为他 已经没有儿子了 就怎么说 就是没有丈夫 那也 就是 这个婆婆 还是想 这个有人可以照顾他 那 所以就想到 哦 波阿斯 也许 是可以 来帮助 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他就跟路德讲了 就说 在晚上的时候 你就 到他 这个波阿斯 睡觉的地方 然后呢 你就 就在他的脚前 这样子 那 那 这个 第三章 就 怎么个发生呢 所以 当天呢 这个 波阿斯 他在吃完饭以后 然后呢 就 洗了澡 换了衣服 哦 对不起对不起 这是路德 路德他就洗了澡换了衣服 然后呢 下到厂上面 那个时候呢 波阿斯呢 他刚吃完 吃完饭要睡觉 非常的 非常的 心里畅快 然后呢 他就 睡觉 那路德呢 就 悄悄的 就是躺在 这个 他睡着了以后嘛 就躺在他的脚下 所以呢 到了半夜的时候呢 哎 结果 这个 这个没想到 哦 怎么有一个人啊 然后呢 看他是个女人啊 他就说那你是谁 他就说哦 我是路德 然后呢 路德第九章呢 他说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 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极的亲属 什么叫做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 能不能复辟我 用 就说我现在是一个 我现在是一个寡妇了 没有 没有依靠 你可不可以成为我的依靠 那个意思 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 因为呢 你是我一个至极的亲属 那波瓦斯呢 嗯 真的很特别 他就说 愿神赐福于你 那 嗯 他说 因为你呢 少年人啊 有钱的没钱的 你都没有去跟他们 所以 你认识很 就是说很不错 那 那但是呢 嗯 他意思是说我会 我会想办法做的 这个 想办法来成全你 让有人可以成为你的依靠 只是说呢 还有另外一个人 比我还要跟你更亲 意思就是说 他更有 怎么说 他更有 那个 责任 来照顾你 那 所以他就问了 那 就说 这样子 就说我去问问他 看他可不可以尽这个责任 那 再看是怎么样 所以呢 到了晚上 后来天没亮之前呢 那个 波阿斯就叫路德就可以回去 后来就 又给了他很多的大麦 就 就带回去 结果呢 婆婆就跟他说了 大会就跟婆婆讲 婆婆就 说了 他说女儿啊 第十八节 三章十八节 他说女儿啊 你只管做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样成就 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 必不休息 也就是说 神一定会 触动这个人 触动这个波阿斯 把这个事情办好 这个就是一个信心 叫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么成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等待的功夫了 也可以预表 就是常常我们交托 给上帝也是这样 我们就安坐等候 然后看这个事情 怎么个成就 他上面讲说 因为那人呢 今日不办成这事 必不休息 好像 好像是他这个 接受了这个 请求以后 他就会忠心的 去把这个事情完成 做好 所以我们交托 给上帝的事情 也是一样 我们交托他呢 神一定是放在 他的schedule里面 到了时候呢 一定会成就的 这也是 好像这是很美的 一个应许一样 就是说 因为呢 他不办这件事呢 他就不会休息了 就这样 好了 那到了第四章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波阿斯 他就去找另外那个 更亲的那个亲属 然后跟他讲 就说 你愿不愿意尽这个 责任来照顾路德 然后呢 如果愿意的话呢 你也必须要把那个 田地啊 买回来 好 那 还有呢 也要取这个 路德为妻 让 让他的 就是说 让拿厄米的儿子们 能够留米 因为他们 如果生了孩子的话呢 就是 他的名字叫 这个 还有他的那个产业 是算作 拿厄米的儿子的 这是以色列人的规定 所以 就尽这个责任 但是那个人不愿意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有很多的财产 所以他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就把财产有一半要给 路德加了 他这样不愿意 所以就 没有答应 好了 没有答应以后 那 这个 波阿斯 就 就 就只好就是 他就来尽这个责任 所以也请了这个长老 城中的长老来 就坐在门口 这个 你看那个第四章一开始 波阿斯到了城门 坐在那里 那 然后呢 第二节呢 又从本城的长老中 拣选了十人 来 所以他们说 请你们坐在这里 他们就都坐下 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城门 城门口 在那个地方 等于是 有一个公厅啊 或者是一个审 审 就是大家坐证 有一个 有一个 听证会 这个意思 那 城门 在古代的时候 是一个 人 群众聚集的地方 也是呢 审判断案的地方 常常常是在城门口 然后呢 都是尊贵的长老 就是管理这个城的长老 这个 站在那个 就是在这个门口 城门口 然后在那个地方来断案 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会议 那他既然这个更亲的这个亲戚不愿意 尽这个责任 那 他就要把鞋子呢 脱下来 然后呢 把鞋脱下来 就给了波阿斯 就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就把产权放弃 把这个权力放弃 把这个权力放弃 让波阿斯 能够取其这个责任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 那 所以呢 波阿斯就取了路德为妻 跟他同房 然后呢 就生了一个儿子 那 这个儿子呢 波阿斯呢 我们如果往下看 波阿斯就 第十七节 波阿斯 就生了一个叫儿贝德 儿贝德呢 就生了耶西 耶西就生了大卫 这个 波阿斯 儿贝德 耶西 大卫 所以 这个 波阿斯 就变成大卫的 真祖父 我看 爸爸 祖父 真祖父 也是叫圣 他是他的真祖父 那 路德呢 一个摩鸭女子 也成为 他的真祖母 大卫的真祖母 那这个大卫呢 就很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卫呢 是大卫呢 是大卫的姿态 从 耶稣基督从大卫姿态出来的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 如果你看到马太福音 第一章 马太福音第一章 他讲到第五节 第五节 一章五节 他那边特别讲到说 波阿斯从路德士生儿贝德 儿贝德生耶西 后面第六节呢 耶西生大卫王 波阿斯从路德士生儿贝德 所以呢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路德这个摩鸭的女子 居然被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 你会发现几个女人 没有一个是怎么说 是个很尊贵的那种 都没有 第一个是他玛士 他玛士 他玛士不是跟犹大 他玛士不是好像 好像那个犹大以为他是妓女啊 然后就 他是他的媳妇啊 结果就发生关系啊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拉荷第五节 拉荷 拉荷是他们像进迦南的时候 那个两个探子就到了拉荷家 拉荷是谁 拉荷是个妓女 妓女拉荷 然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路德 路德是谁 摩押女子 摩押女子 也不是一个很光耀的一个族 出来的 然后下面呢 大卫第六节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索了门 乌利亚的妻怎么来的 就是巴士巴怎么来的呢 是大卫把他抢来的 然后把他的丈夫 我不知道你想记住的故事 他让他的丈夫就走到最前线 让他死在前线 然后因为他跟 他把那个巴士巴抢过来 然后还生了孩子 那这下东窗事发以后 他只好用各种的方法去 去害死他的丈夫 所以是很不光荣的一个事情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毒的一个手段 对付他的大将军 因为这个乌利亚是他的大将军 那这个他的妻子 巴士巴士这样抢过来的 所以这个家谱上面的这四个女人 没有一个是好像很光耀门媚 很光彩明媒正娶 那种漂漂亮亮的 然后很珍贵的都不是 那这四个 就提到的这四个都不是 那就很有意思 为什么这个家谱里面 把这些丑事就全部就写出来 那这就是圣经的真实性 他不会避讳人的 就说他不会只写光荣漂亮的 那些事情 他还会把那些不 看起来不光耀了 不是那么好的事情 他是很造实的写下来 而且让我们就看见说上帝的恩典 这些人也可以有很好的流明 在历史当中 因为他们后面毕竟都做了好事情 但前面出身都不好 但是他们后面都有信心 所以也都不错了 那就看到说神仍然是有恩典的神 那这个东西呢 有人就怎么讲 有人就想整个故事 想到路德一个没有人要的 或者是说很惨的一个人 就是没有方向了 那现在呢 进到波阿斯的田里面 得着了 那波阿斯呢 他要把路德赎回来 他也要把他的家产呢 要很多的部分要给 那个 就是 就是 拿厄米 拿厄米的家族 拿厄米的家族 等于是要继承 他两个死去的儿子的名分 家产要给他们两个儿子的名分 继续存留下去 所以呢 他等于是花钱去赎路德赎回来 那这个就看到就是好像呢 路德就可以预表是教会 波阿斯就预表了主耶稣 那主耶稣呢 他跟路德是一个 好像路德来投靠波阿斯 然后波阿斯呢 花钱把路德赎回来 而且呢 他们两个是成为夫妻的关系 好像呢 耶稣 主耶稣跟教会 是 最后是有一个世纪大婚礼 是羔羊跟亲父的关系 所以我们发现说 这个当中有一点的一个 好像可以比 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些 好像这样的一个比较 那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个整个路德经 你看的时候 他就充满了祝福 充满了祝福 你看那个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拿阿米对两个儿父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带你们 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 与我一样 所以 拿阿米呢 就是祝福他们说 愿神恩待你们 这是拿阿米 像这个路德的一个祝福 而接下来我们再看 在那个收割的时候呢 波阿斯呢 第二章 波阿斯呢 从伯利恒来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呢 就对那些在工作的工人就说 愿耶和华赐福你们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马上回应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一个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以你们同在 然后呢 马上对方就回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就是他们打招呼的方式 就是神祝福你 神赐福给你 神与你同在 对他们一个祝福的 互相的祝福 然后我们再看呢 波阿斯呢 也为路德祝福 第十二节 他说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这是波阿斯给路德的祝福 愿你呢 因为你来投靠耶和华 所以呢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这是另外一段的 另外一个祝福 那后面呢 到了这个 第三章以后 波阿斯呢 在这个 河场上 在打鼓的河场上 又为路德祝福 第十节 三章十节 女儿啊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因为少年人 无论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 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 愿你蒙耶和华的赐福 愿你的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这是很好的祝福啊 末后的恩典要大过先前的 这是在河场上 这是在河场上的祝福 那到了第四章 这些长老在城门口断案的时候呢 这些坐在城门口的 众民跟长老 这些长老跟这些民众呢 都说什么 都说我们做见证 愿耶和华使你是 进你家的这女子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 以利亚二人一样 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 在伯利和亨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 使你的家像他 像他马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 所以这是长老们呢 对伯阿斯的祝福 让这个路德呢 进了他家以后 能够大有名望 所以这个充满了祝福 整个路德记里面充满了祝福 所以路德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苏士德对不对 撒王代 前面是苏士德 苏士德 约苏亚记 世诗记 路德记 后面又是撒姆尔记 王 列王记 历代 历代制 所以是路德 刚好就是承接在世诗记 跟撒姆尔记之间 就是列王国时代的中间 所以这个 你看路德记一开始第一章 就讲到世诗秉正的时候 就讲到世诗 然后呢 你再看到后面 第四章 路德记讲到最后的时候 他开始讲什么 他开始讲大魏的家谱 讲到 波阿斯 圣贝德 圣贝德圣耶西 圣大魏 讲到大魏的家谱 那这个就是 亡国时期 所以路德就是 借乎 前面世诗 进到 王国整个 整个Kindom 以色列的Kindom的时期 中间的这个小插曲 这个 一个故事 那路德成为 耶稣的真主女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故事 好 所以我们很快的 就把这个 看完了 路德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还好吗 还好 还好 有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这个应该蛮好看的吧 路德记 看看这个故事 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看撒姆尔记 我们今天要看到12章 撒姆尔记 那个在圣经里面 撒姆尔记 列王记 历代字 撒王代 我们这样讲 每一个都是两卷书 撒姆尔记 上下 列王记 上下 历代字 这样 那撒姆尔记 最重要的 就要讲到 三个人物 你要记得三个人物 第一个就是 撒姆尔 就是撒姆尔 撒姆尔记 讲撒姆尔 最重要的人物是 撒姆尔 还有呢 撒姆尔 撒姆尔 就是以色列 第一个王 叫撒姆尔 再来呢 就讲到大卫 三个人物 大卫是接续 撒姆尔做王的 但是呢 在撒姆尔记的时候 看到的大部分是讲 撒姆尔 还没有看到 大卫做王的样子 那到了撒姆尔记下的时候呢 那到了撒姆尔记下的时候呢 就讲到大卫做王了 那大卫做王 那到了猎王呢 就开始讲到 所罗门 所罗门 如果你看的话 到了猎王呢 就开始讲所罗门了 然后呢 总共有好多好多的王啊 数一数的话 可能快20个王 就是讲到猎王 那猎王的话呢 猎王就是 南国北国充 所罗门王 以后 整个以色列王国 南国就分裂了 分裂成南国跟北国 北国有十个支派 南国有两个支派 那南国的 这个两个支派 最重要就是有大卫支派 就是 大卫那个叫做 大卫支派 那个叫什么 犹大支派 对不起 犹大 那 犹大支派 最重要的代表 因为大卫的子孙 最后 是犹大支派 然后呢 耶稣的支派 犹大 的支派 那 北边十个国啊 最后就被 亚述 在公元前722年 被亚述 所亡 比较早 那南国呢 比较久一点 到后面呢 公元五百八十六 公元前到五百八十六年 被 巴比伦亡 所以 北国南国 先后就亡国了 然后呢 亡国以后呢 就进到这个被鲁归回的历史 就是 这个被 鲁走了 然后呢神又让他们回来 重见圣殿 重见圣城 让他们回来 然后就 又进到四百年的这个 这个 没有启示的所谓 建约时期 建约就是 两约之间 建约 建约时期 没有启示 大概四百年 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 写完了 没有启示 一直再写到新约的时候才出现 开始再写 所以大概是整个历史上 顺序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撒末尔记呢 我刚刚讲到就是 撒末尔记是上 特别讲到 撒末尔 扫罗 跟大魏 撒末尔 首先被蒙召 然后呢 他去告 扫罗 成为 以色列第一个王 然后呢 大魏 兴起来 来服侍扫罗王 在他当 王之前 他服侍扫罗王 所以撒末尔已经上了 再讲这一段的意思 OK 好了我们很快的来看 因为我们一到十二章 比较长一点 但我们把重点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呢 撒末尔 他的爸爸叫以利加拿 一章 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呢 他有两个妻子 一个叫做哈拿 一个叫匹尼拿 匹尼拿 哈拿跟匹尼拿 匹尼拿呢 他有生养儿女 但是哈拿没有 可是这个以利加拿呢 他们都拿在一块 一个是以利加拿 一个是哈拿 一个是匹尼拿 都拿 那以利加拿呢 他喜欢哈拿 这个匹尼拿呢 虽然有儿有女 但是 这个 没有 这丈夫不太喜欢他那么多 还是爱加拿 哈拿多 可是哈拿很愁苦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孩子 那在古代的时候 你没有孩子的话 你等于是 你没有希望 你没有后来 你没有希望 而且 常常被人家觉得说 你一定是犯罪 当然一定是蒙咒诅 要不然的话 你一定会有孩子 这是古代的 就是当时的观念 所以哈拿呢 听里面非常的愁苦 虽然我的丈夫爱我 但是我没有后 那有什么用 根本没有盼望 没有未来 这个意思 然后呢 哈拿呢 这个每 每次献祭的时候呢 她丈夫都会给她double的分量 因为爱她嘛 就给她double 可是呢 就是不能生孩子 所以这个非常的难过 所以呢 以至于 这个辟尼拿 另外一个妻子呢 就常常的做她的对头 让她生气 结果呢 有一次这个哈拿就很 心里就很愁闷了 又不吃饭了 又哭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被辟尼拿激动的 被她挑起 结果她的丈夫 以利加拿就安慰她说 你有我 比你有十个儿子更好啊 就表示说 有我 用这个做丈夫的 来挺你就好啦 这样安慰她 结果呢 这个哈拿呢 非常的难过 她都痛痛哭泣 所以第十节啊 她叫祷告 祷告 祷告那希望神可以来 眷顾她 结果呢 她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 这个老的祭司以利 看见了 她看见她了 以为她喝醉了在那边 因为她祷告只动嘴唇 像是一点末倒的样子 她就以为她在那边喝醉酒 然后她说我没有喝醉啊 那我只是心里愁苦 这样子 然后这个以利就跟她讲说 这个祭司以利就跟她讲说 你平平安的回去吧 神来 神就要应允你了 好 那 这个哈拿呢 大概是从神那边听到了 从以利那边听到了神的应允 然后她就很高兴 就转而不带愁容了 好 就去吃饭了 这是在 就是她的祷告好像从以利那边 得到了一个confirmation一样 ok 所以 后来神就真的就应允她 然后就给跟那个以利加拿 就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呢 她给她请名叫做萨姆尔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 或者是说神听祷告 什么意思啊 神应允了我的祷告 萨姆尔 所以 在 很多的那个我们认识人当中 很多人都叫三牛 三牛 萨姆尔 那特别是有些人 他很久都生不出孩子 生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有时候就给她请名叫萨姆尔 就是说神真的听了我的祷告 就像这个哈拿一样生不出孩子 但是 神 真的纪念他们的祷告 让她能够怀孕生下来 那 这是一个信心的得到应许 得到成就 那哈拿呢就愿意把 把萨姆尔呢就现做那些人一样 就是让他能够一直在神的殿中来侍奉 所以他就 最后呢就把萨姆尔就带到殿里面去 让他长大一点就带去 然后就让他在殿里面来服侍 跟着以利 后来呢 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到了第二章 那我们就发现 第二章里面有一个第八节 有一个很好的话 因为哈拿就祷告嘛 他很感谢神 我的心意要快乐 我的脚印要高举 真的是非常的兴奋的事情 生了孩子 然后呢 能够终生归给神 能够侍奉神 所以呢 他第八节 他说 他从灰尘里抬举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犯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得着荣耀的座位 这是很美的一个描述 就是他从一个很卑微 好像没有希望 没有盼望的人呢 诶 突然可以有一个孩子 终生来服侍神 就是很大的一个荣耀 那这个以利呢 他第二章后面 开始讲到以利家 以利家怎么样呢 以利有两个儿子 这个第十二节 二章十二节 他讲到这两个儿子 都是恶人 都是坏人 他怎么样呢 就是祭司呢 有一些祭物呢 是会归祭司的 这是在献祭的礼礼里面 有一些的祭物呢 是要给祭司的 但是呢 那些油一定要烧的 油脂油啊 是一定要烧的 这是律法的规矩 可是呢 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呢 他不让人家去烧 他全部要把他拿走 所以就非常的贪心 然后呢 又跟在会幕前面 在那个会幕前面服侍的这些妇人呢 就是有一些不道德的这些关系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败坏 那神呢 也非常的不喜悦 那这件事情 那对比在 萨姆尔 跟萨姆尔就做个对比 萨姆尔呢 就是很孩子 就是非常的清纯 非常的 敬虔 就对比以利的两个儿子 非常的败坏 那风声不好 所以呢 以利呢 他就有了 就从神那边呢 就有了一些预言 讲到什么呢 讲到 将来 他们家中 都 这个会有许许多多的 这种悲惨的事情 第三三节 这个 你家中所生的都必死在中年 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呢 第三十二节讲到 你家中必 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就是真的是很 很大的一个咒诅 临到了这个祭司家 为什么呢 第二十九节讲 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 北极 就是说 中保私囊 那个意思 因此呢 这个 就是说 一个服侍神的 那我们的儿女们到底怎么样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需要 服侍神我们更需要什么 就是要照顾我们的家 就是要带领我们的孩子 能够有个尽前的生命 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时候忙 忙教会 忙家里 忙教会 到处忙 但是呢 我们总要顾到我们的家 因为如果我们的家 孩子没有顾好的话呢 实际上 就没有什么好见证嘛 那所以 还是很重要 我们要 要晓得 就是说 我们要花时间 来 带领我们的孩子 走在正路上 OK 好 这个是以利的 家里面的事情 那从这个 第三 就进到第三章 就讲到 萨姆尔蒙召 萨姆尔蒙召 这个萨姆尔很 年纪很小嘛 像个童子 然后 这个 有一次在睡觉的时候呢 神就召唤他 就跟他 就叫他了 萨姆尔 萨姆尔就说 我在这里 那他以为是以利叫他 因为他跟着以利嘛 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 就以利呢 他就问以利你在叫我吗 他说没有 你去睡觉 然后第二次 神又叫萨姆尔 萨姆尔又以为以利在叫他 又去跑去 那还是没有 那第三次呢 又是一样 结果呢 萨姆尔跑到以利那边的时候 以利才想起来说 很可能是神在跟你讲话 是神亲自在呼唤你 所以呢 如果你在听到的话呢 你要讲 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第九节 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 在我们常常怎么用呢 就是说 我们在比如说讲道之前 或者我们在读经之前 我们常常会说 想要知道神的话 想要来打开心来接受神的话 我们常常会说 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 就是说 我们把时间交给 你求神来向我们说话 就是这样子 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 耶和华就 神就跟他说了 就讲说 怎样怎样怎样 这后面呢 特别是讲以利加的罪的问题 那 永不得赎去 你看第十四节 以利加的罪孽 虽献祭奉礼物 永不能得赎 永不能得赎去 所以 这个很 这是很重的 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撒末尔呢 就不敢告诉以利 因为这个 这个太太严重了 结果呢 但是以利呢 就逼他 那你知道 他是个童子啊 逼两下来讲实话 所以也不能隐瞒 不会隐瞒 也不懂得隐瞒 所以 就把他讲出来 但是你看以利呢 他怎么说呢 那 第十八节 以利说 这是出于耶和华 愿他凭自己的议词 我想以利心里面也知道说 他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 所以呢 只好任凭神的处置 那当然 还是很 还是很 悲 也很 懊悔 但是已经是这样了 那第十九节 撒末尔长大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 一句都不落空 这是 神呼召撒末尔 成为一个先知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印证 就是说 撒末尔从神那边领受的话呢 一句都不落空 这是一个真先知 他会是这个样子 那尤其在旧约的时候 很多假先知 讲的话都不成就 讲的话都不应验的 那个 在旧约就很厉害 那被石头打死了 人家认出你是假先知 然后你还一直 那个人都被石头打死了 那这个地方呢 撒末尔是个真的 神所拣选的先知 他一句话呢 都不落空 所以 撒末尔就成为 以色列的一个 好像带领者 在那个时候 世事时代 刚完 撒末尔是进到先知 他是一个先知 这一个时代的开启 好 第四章开始 就讲到约贵 讲到约贵 讲到非力士人打仗 然后呢就把约贵 掳去了 结果呢 以利 就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那个时候呢 98岁 如果我们看第四章 以利呢 98岁眼睛发直不能看见 好 那 从正上回来的人呢 就抱 我们 我们好不容易逃回来 然后呢 死了很多的人 他就跟以利说抱 就说你的儿子呢 何弗尼跟菲尼哈呢 也都死了 那甚至呢 连约贵都被掳去了 结果呢 他一听到连约贵都被掳去 他就往后 好像一跌 然后呢 就跌死了 脖子就跌断了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98岁了 做他们以色列的士师做了40年 也是先知 祭司也是士师 那 后来呢 这个 约贵被掳去 后来这个 这个 菲尼哈的妻子 怀孕呢 那 这个 他的公公 死了 这个因为就是以利死了 那就 刚好生产 生产的时候呢 要叫什么名字 他给他起名叫以加伯 我们都知道 对这个 儿妇来讲 这个 丈夫也死了 公公也死了 约贵也没了 就是 荣耀都没有了 所以他就给他起名叫以加伯 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好了 那 神的约贵离开了以色列呢 那这个约贵本身是代表神的同在咯 我们都知道从 出埃及记 他们造了这个约贵以后 神的同在降临 然后呢 有云柱火柱 神的荣耀就在那个神座上 所以这是代表一个神的同在 那 神呢 约贵被掳去了以后 又是什么状况呢 那我们就发现 当这些菲利斯人把他掳去以后呢 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大滚的地 大滚庙里面 放在大滚庙 大滚的那个 大滚是个假神 放在大滚的那个 旁边 后来呢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哦 看见呢 大滚呢 面浮于地 倒在烟花的 優柜前面 哎 这个很有意思 嗯 他就把他浮回原来的位置 然后呢 到了早上 第二天早上 再看到呢 哦 大滚又倒下来了 这回呢 这回呢 不只是脸浮于地 而且呢 他的头跟手呢 都折断了 这摔坏了 这个大滚 哎 这很有意思 就表示说 这个约柜呢 放在大滚庙里面呢 连大滚都 这个自身难保了 连这个假神都做不稳了 表示这个约柜的能力跟荣耀彰显出来 然后呢 不只这样 因为他的约柜在那边呢 还大大的 败坏了 嗯 费力士人 嗯 嗯 我们发现呢 他到了好几个地方 一开始呢 呃 费力士人叫 第五章第一节 费力士人叫神的约柜 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师徒 抬到雅师徒 然后放在大滚庙里面 这是在雅师徒啊 发生的 然后这个大滚摔坏了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呢 雅师徒人的身上 就开始长痔瘡 好痔瘡 所以那个雅师徒人呢 一看见大滚也倒了 大家又长痔瘡 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个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约柜啊 就不敢再 再把约柜放在他们那边了 就叫他们说 你把它运到别的地方 后来呢 首领呢 他们商议呢 就把他送到加特 到了加特那边呢 一样大家都长痔瘡 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手 好像来显示他的荣耀在外邦人当中 后来呢 他们也受不了呢 载着他往送走 送一送就送到以格伦 所以在以格伦那边呢 所以在以格伦那边呢 也是一样 神呢 重重攻击那个臣 然后有死的 没有死的人呢 也长痔瘡 第十二节 第五章第十二节 描写到何臣呼嚎啊 声音打于天 上打于天 哇 太呼天惨地啊 就是太惨了 很多人死了 然后呢 没死都要长痔瘡 所以很多的灾难了 哇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呢 他们就想到说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约柜还是送回去吧 谁也不敢 谁也不敢再接待这个约柜啊 都不要放在自己的地方了 因为一放的话都要遭灾啊 因为神的荣耀 然后呢 碰到他们这种假神啊 拜假神的时候 他们就不敢留这个约柜啊 把他送走 结果怎么送呢 那干脆还是 还是还是送回 送回以色列那边吧 送回以色列吧 那怎么弄呢 他们就说 那就用五个 做五个金的四仓 还有五个金的老鼠 因为呢 这好像是他们的一个 神像一样 做成神像的样子 四仓的像和毁坏 天地老鼠的像 因为呢 不只是长痴疮 老鼠也成灾 那你知道 在那些 那个年代就是 什么成灾就有什么神啊 就有什么人拜那个神啊 所以呢 这个刺疮 拜刺疮的神 然后呢 还有 还有 田地的老鼠 老鼠 老鼠也做个像 来来来 就是 都放在那个车上 然后呢给他们带走 带到那个 送回以色列 然后送的时候呢 他们用两只母牛 用牛车 把那个 把那个约柜送回去 就这样 结果呢 往那边走的时候 一送出去呢 那个牛呢 就往 以色列人 叫博斯麦的一个地方 就一面走 一面叫 直直的就往那边去 然后呢 以色列人 博斯麦 那边正在收割 麦子 看见约柜呢 他就非常的高兴 哇我们的约柜终于回来了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车 批了 然后呢 把牛就献给神做帆戚 大概是 这样子 然后那个 那个金的四双的像 还有那个四双的像 还有那个老鼠的像呢 他们是当做一个赔罪的礼物 这样子来 还给以色列人 那 有的人说那个 痣瘡 其实上是Tumen 就是说是瘤 那 有人是这样在讲 OK 那后来在博斯麦 这个地方 约柜呢 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博斯麦的人呢 他们就觉得很好奇啊 就是 就是 看那个约柜 然后就没有一个 敬虔的那种态度 结果呢神就击杀他们 击杀他们 这博斯麦人就说呢 二十节 六章二十节 谁能在耶安华这圣洁的神面前 刺利呢 大家都怕 这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 原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是呢 如果这个人行不对 拜假神啊 然后又不公义啊 又不就是 就是 很悖逆的时候啊 这个约柜在哪里 哪里就招灾 但是当行的正 那遵行神的命令 的时候呢 在哪里呢 哪里就蒙福 这是 我们常常讲这个神是 就是说 祂会赐福也会 降灾祸 看你的就是说看你我人对不对 对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不断的领受祝福 我们人一不对了 哎困难就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 神的两面性 有 好像 还记得他们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在这个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 北边是以巴路 南边是基利新山 他们就六个支派宣告咒诅 六个支派宣告祝福 南边就祝福 北边六个支派就宣告神的咒诅 你如果经手遵循神的命令的话呢 你在家中蒙福 你在田间蒙福 你身所生的 身处所下的地所产的 都要蒙福 来记得那个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 照神的诫命来行的话呢 你要受咒诅 在田间受咒诅 家里受咒诅 身所生的 身处所产的 所下的地所产的 都要受咒诅 那这个都是两面性 就看我们人是怎么做 好了 所以呢 他们就把这个约会 最后就放在 亚米拉达的家里面 亚米拉达 可能是一个立位人 放在那个地方 结果在那个地方呢 我们看第七章二节 在那个地方放了许久 过了二十年 以色列家呢 慢慢呢 倾向烟滑 所以 这是 这是 约会就在那个地方 大家呢 慢慢就 回心转意了 还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词 我们看第七章 第十二节 叫做 以便以谢 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在教会里面 什么叫做以便以谢 就是呢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因为他们 以色列人当时就跟 非利式人打仗 结果呢 神就帮助他们 他们就追赶非利式人 所以 这是神的一个帮助 因为他们 归向 神 以色列二十年 归向 慢慢的归向神 神就帮助他们 然后呢 就能够把 非利式人呢 打败 那 所以 撒末尔就给他们一块 石头立起来 立在 以色巴和扇的中间 然后就叫做 这个石头就叫做 一遍一切 到今天呢 神都帮助我们 所以 这个非利式人呢 就被制服了 然后就不再 犯以色列人的禁 所以这是 撒末尔做以色列 事师也是先知 有时候 所以 以色列 就 就 一段的平安的日子 到了 第八章呢 以色列人 开始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 他们看见 撒末尔 也年纪老迈 但是 他的两个儿子 也不是很好 他两个儿子呢 我们看第八章第三节 他不行 神的道 贪图财力 收受贿赂 去往政治 也就是说 撒末尔的两个儿子呢 也是 这个走歪路的 也是很不公益的人 所以就 以色列人呢 他们就非常的 看在眼里 就很不高兴 他就说呢 你的年纪老了 你的儿子呢 又不行神的道 那干脆呢 立个王给我们吧 好像外邦人一样 因为所有的外邦人都有王啊 各个地方 有各个地方的王 国家也有王 埃及有藏 有的法老 都有一个王嘛 那你干脆立个 我们也立个王好了 因为呢 你要来带领我们的 你两个儿子也不行啊 那我们就 干脆就立个王 来自立我们 这个想法呢 其实对神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神 要做以色列的王 是到永永远远的 也就是说 以色列家 只有一个王 就是上帝 不需要有其他的王 他需要 他可以有士师 来带领他们 就是有个Leader 但是王呢 所谓的王 就是他有权柄 over你啊 所以呢 萨姆尔就 警告他们呢 他说如果有王 给你们的话呢 那你们很麻烦哦 他后面就开始讲了 他说那 他会 侠管你们呢 然后呢 派你们的儿子 给他赶马哦 还有呢 呃 你们的女儿呢 会给他 要需要做工啊 要 要给他制造香膏 要烤饼啊 然后你有什么好的出产呢 王都要抽税的 所以非常的被挟制啊 就说你们不需要王 因为神就是你们的王 但是以色列人 他们还是坚持 一定要有一个王 所以呢 神就 其实神也很 也很无奈 他这个地方 他就在讲说 他就跟萨姆尔 神就跟萨姆尔讲说 你就依他们了 因为呢 他们不是厌弃你 是厌弃我 所以这次当中呢 他们他的静音 这个 造成的静音呢 是因为萨姆尔的两个儿子 虚妄正直 不行正道 但是呢 真正背后的一个原因 就是以色列人呢 他们不 不要神做他们的王 所以他们要像外邦人一样 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 宁愿被人所挟制 所以这是当时代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东西是 其实是惹动神的一个愤怒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他们硬要这样 所以神就容让他们 任凭他们 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 要王的话那就王 可是呢 神容让他们 有一个王 可是呢 神还要 萨姆尔要警告他们 就是说 这一个王呢 还是得under在神的统治之下 神的法令 或者是神的这个管制之下 所以神还是他们的王 只是他们中间还多了一个王 是这个样子 所以跟外邦人不一样 外邦人的话 王就是王 上面没有了 但是 这个萨姆尔 他要清楚告诉以色列人说 就算有个王 还是要跟着神的管辖来走 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不跟着神来走的话呢 会遭灾难 所以就算有一个王的话呢 那 还至少上面还有神的旨意在上面 所以就算是一个比较 嗯 好一点的状况 没有说非常非常的惨 只要 就是 the bottom line 就是说 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然后听神的介密 大概是这样子 好了 嗯 第九章 好 那 讲到萨姆尔 高扫罗 好 做王 那 这是第九章 第十章 呃 就是高扫罗的 这一段 扫罗呢 其实一开始是不错的 你看第九章第二节 他说这个 鸡士 一个变亚米人 他是变亚米之派的 鸡士 的儿子呢 叫扫罗 第二节讲到又健壮又俊美 然后身体的重名高过一个头 就是很高大 然后呢长得又很帅 又壮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外表 那 他呢一开始的时候 这边有个 有一些的小故事 就是他的父亲 丢了几头驴 然后就叫 这个扫罗去找 就扫罗就带着仆人去找 找找找找以后呢 他就想说 呃 我们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 干脆呢 呃去问一问 有 城里面有一个神人 众人所尊敬的 就是萨姆尔咯 然后呢 他就说我们去 问问他吧 因为呢 凡他所说的 全都应验 九章六节 讲到萨姆尔所说的 全都应验 这是他这个先知的职份 所以呢 他们就想去拜访他 所以他就去了 那扫罗 还没有来的时候 第十五节 扫罗未到的前日呢 其实神已经指示萨姆尔 他说呢 有一个人从比亚米帝 来到你这里 就想到扫罗会来 然后呢 你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 所以呢 在他还没有来的时候呢 神已经跟 萨姆尔讲了 所以 对他来讲呢 没有 就是都已经 都已经知道了 那 而且呢 告他说那几头驴呢 都已经找到了 那所以在扫罗 来找萨姆尔的时候呢 他就跟他这样讲 这个你不要挂心 驴已经找到了 然后呢 这个 就说 神呢 当这个 扫罗来见萨姆尔的时候 就清楚的告诉他说 第十七节 看哪这人就是 我对你说的 他必治理我的名 好 就是 就清楚的 就只是 给他看 好 那 到后面 那个 嗯 第十章 扫罗呢 他 扫罗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油 倒在扫罗的头上 然后呢 跟他讲说 你被搞 意思就是说 这不是 尼尔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军吗 意思就是说 就是你 我高你了 那个意思 而且呢 跟他讲到一些欲言 比如说呢 你会遇到 这个 有一般的先知 从 从那个台上下来 那当中有 前面会有打鼓的啦 吹笛的啦 弹琴的啦 他们都受感说话 就是说他们会受神 圣灵的感动 然后开始讲话 可能就是 讲预言 那 他说呢 热花的灵呢 会大大的感动你 你要跟他们一起讲 然后你变成新人 就说 神呢 圣灵会临到你 这样与你同在 所以呢 这件事情到后面呢 真的就发生了 后来呢 他们就 开始要立王 结果呢 就开始自迁 扫罗呢 就到 这个 米斯巴那里 然后就开始抽 一抽呢 就抽出 变雅敏支派 就是他让所有的支派 都来抽 抽出 变雅敏支派 变雅敏支派呢 再抽 就抽出 扫罗的家族 最后呢 就抽出扫罗 这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 之前呢 神已经跟 撒末尔讲就是他 然后他也告诉 扫罗说 你要成为 最高的 但是呢 真正的 真正的选利呢 是在众人的聚集当中 抽签 所以 神呢 在这个抽签上面 也是有神的手 让扫罗被抽中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古代的支签 也是很有神的存在啊 跟今天的支签 抽签是不太一样 今天抽签 因为今天抽签 不太有 就是说 圣灵的工作 比较强势在心里面 而不是靠抽签 抽签就比较少 少在用 但是古代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用抽签 然后抽的 圣经上面 很多次的抽签 都抽的很准 那在旧约了 新约我们已经 不太抽签了 那他就抽出扫罗 然后呢 抽到扫罗 扫罗呢 怎么找不到人呢 原来呢 他跑 他藏起来了 藏起来了 所以呢 他是一个很 一开始扫罗是一个很 很腼腆的人 意思说他很 很lowkey 是一个很 humble的人 很lowkey的 那 到他后来就变成 很骄傲的人了 这也是人得了全世以后的改变 没有办法 人性软弱 那扫罗呢 一开始 把他躲起来 而且呢 有 有 他被告以后呢 大家要送礼物给他 或者来 信赫他 但是呢 有一些人呢 就不送礼物 而且藐视他 扫罗的反应就是 没关系 It's ok 就是很心胸很大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进到十一章跟十二章后面 最后我们看到第十二章 就是萨姆尔 他就跟以色列人就讲了一些 他说你们要立王呢 是不对的 但是呢 现在照你们所要的 就给你们立了这样子一个王 但是呢 你们不要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 十二章十二章 他说呢 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 看了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 但是呢 你们若敬畏耶和华释放他 听从他的话 不违背他的命令 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 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现在扫罗被立为王了 但是呢 真正的王是神 不是扫罗 他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不管是扫罗王 不管是你们都要 尊耶和华为王 而且要侍奉他 要听他的话 来蒙福 要不的话呢 会受咒诅的 所以 立王这件事情 虽然是不好 但是呢 只要 敬畏神 那还是 还是有解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呢 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至得罪耶和华 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 也就是说 撒末尔是一个先知 也是一个士师 也是一个先知 而且他为以色列人祷告 是不停止的 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要得罪耶和华 因为他领受了这个先知的职份 也是当时的一个领导 所以呢 他要为他的百姓来祷告 那他不停止的 纵管 以色列人被 要求王啊什么 但是呢 他仍然为他们代求祷告 因为呢 神要他祷告 他不祷告就会得罪神 是这个意思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到底 有时候扶不起的阿斗 我们还在为他祷告 祷告很多次啊很久啊 我们就要想到这个 就是说 就算对方还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不能停止祷告 因为我们会得罪神 因为神要我们为他们祷告 那我们就继续的 因为我们为他们祷告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讲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快11点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什么疑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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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